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是 我们现在所在地 我在Marie Child的Outlet 那就是因为我做了Marie Child的360度的瘦身疗程而这么成功 因为这个广告很成功 他们所拍的这个广告也是很成功 那就被人家在网上盗用了 所以网上的东西千万不要相信 谢谢丽萍 还有我们Marie Child的CEO也想大家发表一个声明 我觉得因为我们把丽萍改造得太漂亮了 所以 所以被 就太成功了 我觉得从两个月瘦了12个公斤 所以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么成功 然后就被盗用 所以是去年 我们因为要拍这个广告 在两个月之内 瘦了12个公斤 那我做了什么会瘦呢 主要就是我做了一个很以坦系的 360度的瘦身 那跟施贱贴亚 或者什么鸡鸡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我在Marie Child就做了一些 什么疗症 我现在当然可以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主要就是一些排毒的疗症 就是Detox 有一些Mud Red Weight Loss的一个 program Treatment Professional的 还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Machine 除了一些美容师 他们真的做一些Slimming的Massage 做了Massage Massage 不是像我们平时那种很realized 这个呢 Slimming Massage 那感觉呢 有点 给你感觉一下 他也清楚 有爱 有没有讲得清楚 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人工的也有 High Technology 的 Machine 就做一些Lifting 那些分明的之类 就绝对也没有单身 也没有那个 听乐性的一些 自然的 很健康的 自然的 很健康的 OK 好 谢谢丽萍 谢谢我们 我知道你们台下观众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我可以 现在8问之间 你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尽量问我们的丽萍 我们梅姐还有为你 那会采取什么法律行动呢 其实我们现在也跟Mead Corp 在进行一些讨论 然后跟 就是也是在采取一些法律的行动 那是打算提告 找出这个幕后的 对 这些都在交给律师去处理 请问还有些什么问题吗 我很好奇 其实这个网上的 网上的风风雨雨是蛮常见的 可是为什么会 会因为这情 就特别 会召开一个记者会 解释这一切 因为比较少见的 对 我觉得 我先讲吧 丽萍 因为我觉得说 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 误导的宣传 就是包括爱护丽萍的观众 粉丝 或者是我们Mary Chat的顾客 甚至我们 本身就是有收到顾客打电话来说 我们在网上订了那个 丽萍的那个Slimin Pio 为什么还没有送到 我们很惊讶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 卖这些什么Slimin Pio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应该腾情就 让观众 或者是公众 更加了解 我们在做些什么 而丽萍也在做些什么 这样子 做一个澄清 而且主要 可能还有一些留言嘛 就关于Mary Chat跟我之间的关系 在我来讲呢 就是 我受生的那个过程 受生的成功 我就是跟网上所说的那些东西 完全是没关系 我的关系就是 是跟你的关系 你的关系 就是在这里很开心 对 所以就是 生中药生病是 没有吃药 就是靠努力 而不是我生的 当然 当然 这是健康 因为开始我老实讲 减肥呢 不是为了爱美 如果爱美 我早就 我十多年 观众都很清楚我 白白胖胖啊 怎么样啊 圆圆啊 我主要去年我也讲过了 就是 特别为了 觉得要比较健康 觉得健康 让身体比较 感觉健康要Slim Fit 而不是说我要 我要苗条身材什么 当然有Slim Fit 我就自然会苗条身材 就是自然的方法 就是最重要看起来 肥胖 毕竟大家都知道肥胖 外形是因为是里面的一些对身体是不好的 当然 或者有一些热房啊 太多也是不好的 那是基本的 那你的合约是在续约吗 我的合约 我 丽萍仁然是我们的代言人 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再跟她继续签约 然后我们也会把更亮丽更健康的丽萍再展现出来 不是继续吧 就是 据我的经理人 其实我 丽萍仁应该帮我讲 是已经了 已经续约了 所以在网上也是有另外的 除了说减肥药 还有另外的传言说 我们没有合作 那为什么会在这里 而不是因为那事情我们在这里 我们早就已经 已经进行了 早在几个月前 这件事情已经是 已经续约了 我要保持 最终要保持 我觉得 我也要平衡 因为毕竟 我不是model 然后整天要 要那种 pensal slim的那种 我是艺人为演员 有时候一些角色需要我一些 但是我又不会很放心 因为我背后 一个marry child的 受生中心 可以stand by 帮我 meeting回 或者平时怎么样 我还是要做一些 普通的 不需要减肥 也要去一些facial 或者怎么样 lifting 保持 就是可以安心 可以放心 any time 我就是去 我平时 不要讲哪里 哈哈 是marry child的 受生中心 然后很多奥人 全新加坡 20多个奥人 然后我都要做好 那之前我们聊过 你就说 其实你蛮爱吃东西 然后现在 现在公开 吃得健康 所以我常常强调 听我 听我 就是 除了一些 疗程 那本身 我自己本费要做好 就是在饮食方面 我一定要控制 吃得比较健康 我刚才想问的是 其实现在 又公开 已经去的约了 就是他们的代言 那会感觉上 有更多的压力了吗 因为现在要特别 不可以松懈 就要一直继续的 其实不是压力 这是一件好事 不是压力 其实 一定要保持 真正压力 那时候我觉得 我们刚刚要 要 我那时候这样的身材 那我本身呢 老实讲 我老实讲 因为当然也是这样 我有很多 呃 条件 因为我也 已经这么多年 我也有自己的选择 我不随便减肥了 那为什么会选 marriage 那时候我就自己 真的是有讲说 我绝对 不吃 不吃 不吃减肥 不吃任何一些 不住产品 那我也 不要 做一些 有侵略性的 比如说打针 之类的 再加上很简单的 很 就是 很基本的一些 rapping 我甚至这些 我都不要 因为我本身 我个人呢 就是有 sensitive skin 所以会养过这些 红红的 就是sensitive 这些我都会跟他们说 那对他们来讲 也变成是一项挑战 那我呢 能不能够 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拿索的时候 再两个月 也是 也是 对 对我来讲 也是一种挑战 能不能够忙 所以我们都做到了 做到了 他也接受 那你对这些事件 有什么 会觉得 好笑呢 还是觉得有点神奇 因为 这关于 关系当吃药 减肥药 可能对来说 可能是一个名单 根本没有关系啊 简直这样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是因为 我们 我们是受伸成功嘛 那mary child的广告 做得很成功 所以人家才会盗用 甚至在晚上要欺骗 就好像一部电影这样 只好一部电影 好看才能盗牌 我说这期记得好几次了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好像 你之前有人盗用 做别的 来帮你 来帮你卖 所以 是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回事很少 真的上网 真的 所以这个也是对观众 或者支持我的朋友 一个警惕 不止支持我 全部的人 一个警惕 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要警惕大家说 网上一些东西 不能相信 要自己的 分析去了解 去做一些research 你们都因为这件事 你们都睡不着啊 还是担心啊 不会啊 我还是每天 为什么我担心 因为 因为 我还是 有时间 还是开开心心的 去美人家做我的那些 就 嗯 有时候容光焕发 那种basic的 就素颜 也可以 也可以 你们有没有看我Instagram 哈哈 你没有接下来要收多少公斤 之前已经收了多少公斤 我觉得是 现在的阶段 我觉得 是最重要的 因为 毕竟 我这个年龄啊 虽然 也不是很年龄 也不是很好 我觉得就是 要keep fit 才是最重要 年龄不是问题 对对对 哎哟 竟然在美姐面前 哈哈 我觉得 要看个人 我本身 我是不看说 数目字啊 要几公斤 我觉得是 要 整体上 感觉 真的是要健康的形象 我的观众 有时候 也会有非白 虽然我瘦瘦 有些也是老实讲 他们也不习惯 也是 但是 但是 不习惯 当然 他们就说 哎 你很美 太漂亮了嘛 他们也是讲 你太美了嘛 所以你不习惯 对 他们就讲 我也不习惯啊 我坐你旁边 我也是不习惯啊 你真瘦了 都没了 而且 我开始在 在做的时候 在美姐 做那个 那个 受生聊天的时候 我很肯定 因为不止我 或者 顾客在做 我也看到美姐的医生 我说 还会 是啊 我每个礼拜都做啊 每个礼拜都做啊 他自己本身都在那边做同样的东西 所以他就会说 我年纪大了 我必须要修 我的身材 我不修 我就会松下下来 所以我自己 不单是说啊 他也很忙 我也很忙 所以我们会增那个 健康很重要 增那个美容室 我们会碰在一起 对 我都让你啊 对对对 他让我啊 他让我啊 一定要让啊 哈哈哈 你听之前是减了十二公斤 现在还是平准吗 要啊 就maintain在那边 当然股票有起入啊 但是我后面有的stand by 没问题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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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